报道称 邱毅仁为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 现任所谓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 在去年美国乔治成大学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 邱毅仁谈起所谓台独议题时曾说 台湾任何务实的政治人物除非疯了 不然不会推动所谓台独 哪怕如陈水扁 最后也会踩刹车 当时他这番话就引起了舆论关注和争议 4日 邱毅仁接受陈水扁广播专访 在陈水扁询问之下 对这番话做出解释 邱毅仁宣称 他在研讨会上指的是宣布所谓台湾独立 现在不适当 邱毅仁宣称 台湾要宣布所谓独立这个事情 在现实上 若是台湾独立这个事情 台湾独立这个事情 如果现在要做 不但引起大家的紧张 美国也反对 以他目前的了解是 美国根本不赞成 对此有党内网友说 台独一直都不适当 何止现在 未来也是 还有网友讽刺所谓台独的功能 就是每逢选举拿来骗选票用的 有网友问 这两位无耻之徒搞台独骗台湾人数十年 如今怕当台独战犯被大陆终身追责 开始见风使舵找台阶下了 对于邱毅仁 在陈水扁广播节目中大谈所谓台独议题 民进党籍前民代林卓水颇有意见 林卓水5号在脸书上发文称 陈水扁在节目中公开问邱毅仁 当年前民代沈富雄 郭正亮主张要废所谓台独党纲 但是邱毅仁和林卓水反对 陈水扁这样问大有问题 林卓水强调 事实上哪里是沈富雄 郭正亮主张废除所谓台独党纲而已 根本是陈水扁叫他们呛声要废的 林卓水还叫嚣 虽然大环境不友善 不必急着宣布所谓台独 但是目标不能变 对于邱毅仁的说法 国民党方面表示 既然如此 民进党当局就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欺骗支持者 政治上面来讲 蔡英文绝对有办法开始去推斗台独 但是她开宗民意就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美国 日本都不支持 那既然如此 就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 所谓的神主板就是欺骗人民选票的手段 就是典型的 昨天要选举要你的票的时候 三盟还是 昨天三盟还是 今天早上起来 告诉大家 昨晚排责 就是表示说 这根本就是做不到 那长久以来 民进党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人民 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决心